昨日,格斗迷王得到消息,一龙将在近期出山,并对其复出方式,进行了猜测和分析。 消息一出即引发了格斗迷们的大讨论,不料,紧隔一夜今天就传来重磅消息,确定了一龙付出,敌石锤和部分细节,他竟然将跨级别对战韩国巨人崔宏万。 在格斗迷王的猜测和分析中,曾考虑到一龙参赛奥门MASFIDHT的战胜大赛的可能性,不过,却最终没有猜到此次一龙付出的对手,因为,我们只在70千克上下考虑对手的选择,却没有想到一龙这次玩了把打的,有多大呢? 身高差42厘米,体重差80千克,一龙的对手是曾宇格斗沙狂,C,多一争长短的韩国巨兽崔宏万。 提起崔宏万,最先令人想起的是,大战格斗沙狂飞多,KO功夫熊猫,好日格了,点赴军人权王周聚鹏这三场比赛,带来到了MASFIDHT的规则之下,又是跨级别交手。 可以说这三场已完全没有了参考性,说实在的,一龙此举让人十分不解,甚至说是疯狂,因为MASFIDHT的比赛十分凶险,其规则名叫无第二,即问无第一,无第二之一,必须KO对手才能获胜,胜者全拿,输者全输。 除此之外,MASFIDHT将使用特制的小拳套,第三,将只有一个长达九分钟的超长回合,没有休息。 第四,规则允许拳,肘,吸,退攻击,同时也允许使用摔板和,战力关节剂,堪称是上最开放的战力规则。 而在这些极端的规则之下,一龙不仅很容易被催红腕抓住暴摔,或者使用关节剂降服。 更加重要的是无第二规则让一龙失省了效仿周志鹏通过移动摩点来获胜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一龙只有KO比自己体重大以外还多的催红腕,才能获胜,如此看来,在如此大的体重差距,如此激进的规则之下,一龙有些许胜算的机会吗? 另外,赛事方为何会安排这样一场体重差距如此之大的比赛呢? 据格斗你得到的消息,此次一龙对阵催红腕,居然还是一龙一帮主动挑战的,MASFIGHT的规则。 小级别挑战大级别选手,大级彼此就必须应战,因此,无论一龙的体重级别是多少,作为无差级选手的催红腕都不能拒绝。 就这样,这场疯狂的对决,就这么敲定了,比赛时间确定在11月10日,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举行,还有不到一个月,这场夸张的极端大战就将上演。 一龙,你能挺住吗?